好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已經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去講 東西要做的輕薄短小 尤其是手機 因為現在人對螢幕的需求越來越大 越做越大 但是蘋果告訴你 未來他可能會做出一支超薄的手機 不曉得會不會吸引大家的留意 當然這跟台灣的蘋蓋股就有息息相關了 好我們要請報家天王幫我們講一下了 很久沒有聽到薄這個字了 我都是要螢幕越來越大 我們的視力越來越不好 但是當他外型上做了改變 其實我們做硬體的台場是非常吃補的 另外新日新到底怎麼了 他也是蘋蓋股 今天一口氣殺到點停板幫忙見證一下吧 OK好 那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今年以來相對沒有特別表現的這個蘋蓋股 因為很多的蘋果的這個手機銷售 在第一季其實並沒有特別好 甚至中國大陸那邊還傳出來 有在降價求售 前一段時間 不過呢 自從蘋果在上次 開完他的這個WWDC 有點類似開發者大會之後 股價就連續噴出去兩天 之前其實這個揮達大漲特漲他都不會動 然後市值還一度被這個微軟 甚至一度快要被揮打給超越 不過他現在又拿回這個龍頭寶座了 那現在最新的開始就是從這個iPad Pro 甚至之後要推iPhone16等等 就是黑邊最窄然後呢可能會有輕薄的設計 會有一個瘦身計畫等等 那甚至之前郭敏奇還說 Apple Watch尺寸變大 設計更輕薄 那其實我覺得最近在輪動的過程裡面 因為之前因為AI的伺服器的產業 漲得比較多 像剛剛我們趙華妹一開始就提到 好像之前漲很多 今年漲很多那個散熱股 好像最近就有點 好像就已經快跟不上大盤了 大盤一直一直還在創高 他們在回檔 對可是你可以發現 今年零漲伺服器裡面的散熱 好像很多檔個股已經開始回了 甚至有的已經跌破月線或季線 所以呢好像這個電子股的資金 開始有做一些輪動 從高位階的轉往低位階 那低位階就是可能比較偏手機這一塊 今年相對是機器比較低 好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這個蘋果的WWDC 到底講了些什麼 簡單抓兩個出來 一個就是文字可以生成表情符號 比如說我們之前都要點貼圖才會出來 但是現在可以 你敘述一個文字的 然後他幫你生一個新的貼圖 其實就有點像那個 我們現在在用的這個 Trade GBT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你就一段文字敘述之後呢 讓他去生成一個圖案 有點類似這樣 只是過去我們可能 可能在電腦上的應用 現在把它放到手機上來 就可以有類似的功能 然後另外呢 這邊有一堆數字啊 比較小 我直接念給大家 其實它就是一個數學計算 譬如說我們以前就是要按那個 那個數字嘛 譬如說三乘三等於九 對 但是你現在可以直接手寫 他會可以辨識你手寫 然後把它轉換成什麼 直接轉換成結果 譬如說你要算很難的 譬如說有什麼三角函數啦 還有加一些什麼 很多什麼工程數學的計算 你用寫的它就會幫你計算出來 以前你就是要自己用按的嘛 他會算 我不會寫 對 現在問題在這裡 離開學校之後就全部還給老師了 大概是這樣 不過也代表說這個 AI的這個功能是越來越聰明 然後現在當然還沒有確定 這是目前坊間的一些 就是整理出來有可能升級的 硬體的部分 就是AI的功能 iOS可能要升級到18 然後這個晶片當然規格整個要升級 才有辦法搭上AI新的應用 所以晶片的部分要來到A18晶片 然後Pro的部分有可能搭載A18的這個Pro 那這個當然就是會加入AI的功能 然後手機鏡頭 長焦會升級到48 應該是百萬畫素啦 就是增加四零鏡長焦新技術 那我們這邊呢 把它全部整理出來 然後有營收有法人 然後大家可以截圖的表格 其實大家有發現 其實這邊是最近五天外資跟投信 真的呢 法人都有在琢磨 大部分都是站在買方 對 大部分站在買方 那當然台積電跟鴻海 這個我們就不用講了 一定都創新高了 那我們就會針對今天下面 可能之前大家比較沒注意到的 開始跟大家做分析 譬如說像真頂KY 今天也是大賞 那投信之前開始佈局了 那滑通比較可惜 他是唯一這邊外資跟投信還在賣的 所以可能會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美律是外資投信有在買 然後大力光 玉金光 金財跟財玉 這邊 那我們這邊呢 會稍微再切一個小主題出來 就是鏡頭裡面 他還有一個重要的零件 叫做CIS感測原件 CIS感測原件 就在下面這個金財跟財玉 最近股價也是非常強勢 那你可以從他的營收來看 真的人家營收都有出來呢 大力光年增30% 玉金光跳了一倍 金財跟財玉也都增加30%以上 所以為什麼法人開始佈局 其實有他的道理在 人家的營收真的慢慢開始出來了 這是一個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給大家稍微先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小主題 CIS感測金財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他會整合在我們的鏡頭模組裡面 整個鏡頭不是只有鏡片 大力光 玉金光是做鏡片 但是呢 你要把這個 我們感受到的這個圖案 比如說要拍照 能夠真的形成影像存起來的話 其實還要一個叫影像感測晶片 就是CIS 那這邊其實他無所不在 CIS的這個部分 這邊呢 有這個平面媒體也整理過 他告訴我們說以智慧型手機來說 前三名分別是Sony 三星跟豪威 就是OMI Vision 這個是全球前三大已經80%了 然後呢 車用其實雖然都是CIS感測 但是應用領域不一樣 每個廠商其實排名順序就不一樣 那如果在車用的話 第一名是安森美 然後Sony跟三星分別是二三名 然後其他一樣 其實大概就是這幾家廠商的排名 在洗牌而已 大部分都這樣 那為什麼突然最近這個 CIS相關的股價會突然開始暴衝 其實大家看這張圖就很明瞭 因為呢 CIS影像感測晶片 這邊我把法人報告揭錄出來 其實最大的應用就在手機 佔將近70% 69% 然後車用大概14% 然後其他消費電子 醫療相關 這個大概就個位數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 但是呢 最大的應用就是手機跟車用 那特別是手機又佔了將七成 所以呢 CIS這個東西你可以發現 今年其實從一月到四月 甚至到五月上旬 股價都沒有動 為什麼 因為今年第一季手機賣得不好 那手機賣得不好的話 其實它的動能就會比較差 動能就會比較差 但是呢 其實之前在2022年 對不對 好威就有傳出 它的CIS價格是崩盤式的 對 然後2023年也不好 對 但是現在以它的趨勢來看 就是代表今年下半年的手機 會很有看頭 對對對 因為從這幾個角度來看的話 畢竟 CIS如果真的未來有出現這個 庫存消化的差不多 要開始拉貨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 一定是這個最大宗的應用 就手機嘛 已經產業開始復甦了 而且手機從20 我記得是2021年底 2022年初 你看從2022 2023到2024上半年 其實庫存已經整整調整了兩年多了 再怎麼輪也該要輪到它了 剛好 也解封了 對 除了AI之外 還有就是其實手機 如果以大家的使用習慣 其實平均大概兩到三年 也大概來到了本來的換機的一個 對換機的那個時間點差不多到了 那比如說像真頂KY好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檔個股呢 它之前有先小衝了一段 不過也是拉回整理蠻久的 從四月五月就一直在整理了 整理了兩個月 然後今天突然帶量往上拉了一個實體長紅K棒 而且投信最近也有在琢磨 那真頂KY主要就是鴻海極端轉投資的 做軟板的公司 而且它的應用主要就是在手機 所以之前在講這個所謂的AI的話 好像它也比較沒有說吃到很多的訂單 但是呢如果手機真的開始復甦的話 加上它今天又有新聞 跟研華也要來做AI相關的應用 沾到了 有沾到了 所以今天股價突然漢地拔松 拉了一根實體的長紅K棒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手機 算是聲控升學元件 升學元件的美率 這也是很老牌的平蓋股 那你可以發現它的股價就是 在一個區間之內 來回震盪 上次攻到130又下來 可是你可以發現 最近外資也好 投信也好 都開始偷偷地在佈局了 如果真的投信籌碼收得差不多 有沒有可能在盤整 將近兩三個月 在120到130 這個大區間 有機會來做突破 當然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從拉貨的動能來看 那個鏡頭的已經開始動起來 那當然一關一關 到最後組裝 那個營收就會慢慢出來 這個也是聲學元件是其中一個重點 好 之前是AIP 有讓它鴻過一段時間 但誰的AIP好像 消聲逆機沒有在談了 現在是手機 對我是覺得還是實際的應用比較重要 有些東西可能產品 雷聲大於一點小 那個當然就忽略不計了 不過重點還是在於說 手機的應用呢 會帶動這一次的換機槽 然後大力光就是之前 股價也沒什麼表現 一到四月的時候 股價其實一路的盤跌 可是最近可以發現 量也出來了 外資也回來了 投信也是回來了 就是整個結構上都已經開始 從比較偏保守轉為偏多 那當然這一次呢 iPhone16的潛望式光學長焦鏡頭 也有機會成為它的訂單 所以股價最近也開始拉起來了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CIS 對 鏡頭的模組裡面 有一個零組件 就叫做CIS感測元件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就可以發現 台積電轉投資的精彩 最近股價非常的飄悍 真的很飄悍 從大概130到盤中 最近最高183 短短大概一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已經漲了50塊錢了 漲了50塊錢了 大概也漲了二三十趴 你可以發現 真的就是外資進來買 然後投信進來加碼 然後成交量出來之後 你就大概記住 這三個原則 有量 有外資有投信 這樣股價呢 它就衝出去了 當然短線 漲那麼多 也不建議大家過度的追價 如果真的要買 稍微等它拉回一點 那之前你看 大盤一路漲 它就是 就是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都沒什麼表現 最近突然就開始 90度往上急噴 所以真的 產業迎來一個轉折趨勢的話 股價有時候動起來 是非常的快 好 而且它有大哥 對對對 沒錯 好 那再來我們往下看 好 一個就是新日新了 新日新 今天盤中有傳出來說 有做iPhone的這個折疊機的測試 未通過 需要跟變更設計 不過公司沒有正式的對這個消息 做出任何評論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市場的猜測 市場當然 可能盤中有一些消息 比較靈通的人士 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 他就先直覺 因為畢竟 他才對 才過高嘛 所以他就直接先賣一趟 再說先獲利了結 因為這個消息 算是還沒有辦法 證實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呢就想說 反正我第一檔買的 可能180200塊的成本 都已經漲了 二三十趴了 可能先賣一趟再說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投信 好像似乎也有點做調節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我們先進觀其一遍 因為今天量也很大 不急的追他 等到整個消息比較明確 到時候真的沒有說 這個狀況去影響到的話 再回來看他 我覺得也是還來得及的 但是蘋果今年本來 就沒有折疊手機 大家為什麼要為了一個 今年沒營收東西 那麼緊張 就是有時候大家預期心態 預期心態 然後落空的時候 這個反應也會很大 反應會很大 那另外一個預期心態 我覺得不容易落空的 應該是我們的重電族群 是是 沒錯 那其實最近天氣 開始慢慢變得還蠻悶熱的 那最近今天中午的時候 內科 內科停電 也停電 那這個情況就代表說 其實台灣的電力穩定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跳電停電的消息出來之後 盤中 本來找盤 這個重電沒有什麼表現 主力還黑黑的 黑黑的 對突然就開始又往上做急拉 華城收盤漲了4% 亞利 市電都不錯 東興電也上來了 那這邊之前也給大家看過 其實台電的資本支出 要到明年還會持續的創新高 今年2024嘛 這是到2025 他的設備支出 就是買這些發電 或這個電網改善的經費 還會創高 這個就是對這些公司來說 提到一個比較好的 業績支撐的效果 那一樣 我們把這家公司的這個 五月營收 還有低劑的EPS 整理出來 你可以發現 當然表現最好是華城 因為他有做外銷美國嘛 然後呢 中興電增加一成 市電 亞利 大概稍微都還可以 那比較樂債的是這兩家 五月Y2Y是負的 五月Y2Y 那就獲利來看的話 還是華城領先 中興電接近兩塊 市電也是兩塊 這樣子 大家可以執行做一個參考 那我覺得呢 從股價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指標股龍頭股還是華城 因為他有美國的單子 那美國的這個單子呢 聽說比賣給台電 這個毛利率好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股價 他會從前年的五六十塊 一口氣大漲到接近一千塊的原因是這裡 那現在呢 他的訂單能見度也還不錯 那似乎準備要來挑戰 前高988 988 不過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看過他的EPS 大概就是第一季是兩塊 那你說滿打滿算好了 今年可能大概 可能就一個股本 或者說明年再讓你多一點 成長五成好十五塊 其實坦白說 漲到接近一千塊 這個本益比確實不便宜 我們必須坦白說 你看台積電明年賺五十塊 現在也還不到一千塊 那你明年假設賺沒到二十塊錢 那 有點我是覺得 這個大家自由心證 但是我是覺得 畢竟前面這個900塊 或988套牢蠻多人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有逼近前高 988或逼近千元 如果你之前買的有套牢的 可以先買一趟 因為現在的做法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區間 明年展望不錯 但是你說 在這個位置你買的 還要期待從五十變一千 那種一倍又一倍又一倍 比較難 那在這麼高的位置我覺得 比較適合區間操作 如果跌比較深 你可以接回來 是OK的 然後中興店也是一樣 我說因為 散戶不會有很多 很多很多 也覺得他都賺不贏人家 是沒錯 因為坦白說 他散戶籌碼真的比較多 如果大家有去看 那個股權分散表的話 他是那種就是 十張以下 或一張兩張那種 消散戶很多 那你看這一波 他也從220跌下來的 最低的話 Sappo 160 其實也跌得蠻重的 不過一樣他有接到 蠻多台電的案子 那今年的新增訂單也是不錯 所以呢 我覺得接下來 也是符合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你不用想說 這邊買了又五成一倍 你就 跌低低的進來買 但是呢 短線急漲 比如說他前一波比較大的套 然後賣也就是200塊以上 200塊以上 你也可以先做一趟獲利了結 我覺得 在目前這個位階上 我比較偏向重電足球 是屬於區間操作 低買高買這樣的策略 當然喜歡積極一點的大哥 真的比較會漲 覺得EPS 本益比比較合理的 當然還是回到中心 對 因為大概都兩塊 一個是八九百 一個一百多 對 所以看大家怎麼選擇 要活潑一點的 還是看起來比較有 就是價值位階比較低的 好 這邊非常謝謝 報價天王幸福哥 謝謝